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马来西亚有个网友 他给我订了云顶酒店 转我上来跟我吃饭 因为他本身是马来西亚人 他有些叫金卡的会员 他们是可以很便宜地拿酒店的 他说大肥 我照你放心 结果来到这里 拿了个房间 发现到一间酒店还是最新的酒店 叫第一酒店 这间第一酒店 它里面是没有冷气的 有风扇 唯一你想住得舒服点的就是开窗 因为实在太高 我现在就开了窗 开着把风扇就在那里伏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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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是这样 他说这个是全新的 不单止是这样 还没有WiFi 一会儿想办法 走下去看有没有办法 撲多一张卡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今晚直播一样是搞的 这就是所谓的云顶酒店 其他呢 旧酒店我不知道 但这间是最新的第一酒店 竟然是这样的课式 澳门有人走啊你 说回节目啦 陆续都有人去向江泽民前主席献花 尤其在中联办门口 那有个奇景的 就是所有献花都是白花 一人一枝一色一样 究竟是买定派 跟着后面就是旅游花 大家上来上来跟着盛传 又有钱派 那当然啦 这个是全 未经证实 这样 今天 有位哥哥仔 他收工 他赶不到 穿一些比较隆重的衣服 穿一件红色的 红颜条的衣服 跟着手执玫瑰花 跟着去献花 那我想问 献花有没有罪 悼念我们的江主席江泽民有没有罪 那结果 警察招呼你送他上警车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喔 如果你说你来悼念没问题的 麻烦你一定要白花 你一定要穿素服 哪一个时段到哪一个时段你来 那是OK的 是不是 讲规矩嘛 但是你没有标明 临时拦住别人 那代表什么呢 那当然 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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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心 想办法为江泽民行 最后一次的礼的时候 他虽然被招呼 他说红色喔 红色 代表红色资本家 当然是错啦 你应该这样说嘛 代表红色资本家就是资本家 不是代表中共 你应该说 我为什么献玫瑰花给他还是红色呢 因为代表红色江山 陪着江泽民一起嘛 我没有说过啊 说会陪着江泽民移去 没有说啊 千万不要诬我 是说跟他一起 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员 也都是曾经 我们中国最伟大的主席 这样 你送红色玫瑰花 是不是很好呢 这样回答嘛 难怪受到我们的警察质疑 一个小时之前 还未知道这位人兄会不会被捕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好笑 犯哪条法例 香港要尋忍滋事罪吗 红色花 不能放 黑色花 黑暴 黄色花 雨伞民动 白色花 好像他们全部用白色花 喂 白子革命啊 哦 这样你说你还可以放什么 粉红色 不够尊重 那你就知道 现在香港 连送花给江泽民主席 致敬的自由都没有 节目做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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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